大家好 今天是BNY的歐北 GO 今天就是不教大家做任何單純聊天 來回答一個大家都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很常在IG訪問我 你跟潔若敏到底怎麼認識的 大家都很在意的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電王一天在吃薑母藥的時候 我就密你了 怎樣的訊息你會覺得可以回 怎樣的訊息你會覺得噁心 我覺得是看人 看人 那我真的很少回目的 所以我那時候是彭于怨 你就會覺得算了不要回 是彭于怨而已 是BNY的我一定要回 所以那時候有這樣 怎麼有可能 彭于怨我就要回 那怎樣的訊息你會覺得 嗯 要回 問一些有意義的問題 譬如說就是比特幣未來的趨勢 哈哈哈哈 是這種 這種你會回 所以這個 所以知道我有用 雖然用訊息你去用訊息 不要貼 我很少用這種方式認識別人 所以 我 例外 所以我算是幸運嗎 對 通常都不認識別人 哈哈哈哈 通常都是那種 面對面認識別人 你都是 不要看到人 哦 不然以前你都怎麼認識其他的人 我以前哦 其實我蠻自閉的你知道 你應該知道 對 你知道 我以前通常只有在活動喝醉後 會是 熱情奔放的男子 燈在哪裡 哈哈哈哈 熱情奔放的男子 除了那種 我喝醉的時候比較有活力以外 我通常不太敢主動認識別人 但我覺得聊天應該是一個方法 就是他發了那個姜母鴨 我回了一個訊息之後 好像就有開始有吼兒聊一下 很少 然後就沒什麼聊天 對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不太喜歡回訊息 那個之後有一天 我就去拜拜 就很認真去拜月嘛 我覺得蠻令的 因為我覺得那是 心承哲理 對 然後拜完之後就 就好像有點忍奮聊天 就是不用睡覺那種 為什麼 月老家子 也不知道欸 不會想睡覺 不會困了 那時候覺得很有趣啊 就是 講的東西蠻有趣的 然後再講一些 誒就是 現在在做什麼工作啊 從 對 所以大概 就是這樣 認識 然後有一天剛好 要返鄉 回台中 對 就順便約了 你那時候住台北 你這個小可愛 然後就出去 吃飯 結果就 喝了 下午 還看著電影 不知道 可是也怎麼會 嗯 然後從那之後 就比較長的 有在聊天啊 互動 對 後來就是約會了 哦 這是說到一件事情 就是 看照片 我一直以為它是170而已 哈哈 他一直以為我150 殊不知 兩個都出去的 1782 就是40 是不是妳有170 對 嚇到 會嚇到 所以當時我們是一個 很驚嚇的人 這個人真的高 哈哈哈哈 我們的 認識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說很特別耶 我是很浪漫的 不是 蠻一般的 但我覺得就是 我們遇到的時候 然後 就是因為 被發散 品 呵呵呵 算是 然後頻率很對 然後聊的都 哦 對 我覺得是 對 這很重要 大概是 這樣子 好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 想要知道的故事 或者是你有什麼問題 的話就留言在YouTube下面 我們收集一下 在南輝福大家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收工 收工 掰掰 不要掰掰 掰掰要吃 你剪進去我就殺了 下次再也不陪得住了 哈哈哈哈 也是有一天 我在晚上 你這樣閃駁我 真的就不陪我 好 抱歉 抱歉 羊肉爐 講不羊 我講錯 我不知道